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在美中国人设走私反潜设备被捕 青岛领海海洋仪器有限公司负责人 秦树人周四在美国被捕 而罪名是他与中国大陆军方相关企业共谋 出口能用在反潜战争的装备 据路透21日报道 秦树人为中国籍 但拥有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 目前住在麻州魏斯里 他被波士顿联邦法院控以签证欺诈 还有共谋违反美国出口条例等刑事罪名 自2014年起 秦树人就定居美国 并经营包括领海海洋仪器在内的数家中国企业 从欧美进口海洋仪器设备到中国 检方说41岁的秦树人周五将首度出庭 不过秦的律师并未就相关问题回应 在22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 据法院资料显示 领海海洋仪器的客户除了中国研究机构外 还包括解放军旗下的海战单位 美国检方说 从2015到2016年间 秦树人出口了78具可以用来监听水下音讯的水听器 给解放军研究机构西北工业大学 美国检方说 由于国家安全风险顾虑 美国商务部要求出口西北工业大学的美国货品 必须先取得许可证 但秦树人却寻求以走私的方式达成目的 此外美国检方说 2014年秦树人谎称他取得签证进入美国 不会进行违法出口规定的行为 后来在申请合法永久居留时 又谎称他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